这是一个已经可以报废的启动机转子 但在巴基斯坦 这位大师却不想将其报废 还打算将它修好后接着用 如果你的车上没有这个启动机 那你就只能这样启动 当然了 电车除外 这是一个绝缘能力下降后 不能使用的启动机转子 虽然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 但这位师傅可以让他再占20年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师傅是如何维修的 看完之后 相信下次你也可以自己动手 现在拆除的这个是幻想器 这是个损耗键 必须将其废弃 幻想器弄掉之后 下面就是要将铁心内的铜条全部取出 铜条和铁心之间有绝缘材料隔绝 刚才将其高温夹着 就是为了这一步好取出铜条 将铜条全部掰之后 用一个小锤的 轻轻的一边旋转一边敲击 就可以将内部的铜条全部弄出来 取出后的铜条都是黑漆漆的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等会将其拿去处理一下 首先给每根铜条做塑形处理 方便后续安装回去 塑形完成后 将每根铜条的银角进行打合一遍 然后将它们拿去碎火处理 同时也烧掉原本表面上的一些血缘材料 之后将其拿去过一次水 然后在溶液中浸泡一下 加速反应表面的一些氧化物 然后这些铜条就算是处理完成了 紧接着处理铁心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处理的 就是将其表面简单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铁心那个每个卡槽 必须安装上血缘材料 而且是双面血缘 因为这每个卡槽呢会穿两根铜条 接着将这多余的都给剪掉 这个铁心也就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穿铜条了 这每根铜条都有一个固定的宽度 要是穿梭了也是穿不进去的 铜条采用波绕仿材料 每个卡槽会穿两根 而且每根铜条之间不能有接触 铜条穿好之后 还不能直接将它们都推进去 因为下面还有一个步骤 也是做血缘处理 防止铜条之间的碰触 将外面的血缘材料都按好之后 才可以将这些铜条依次收紧 接下来给另外一边的铜条 有规律的都掰弯 外面一圈的朝右 里面一圈的就朝左 全部弄好之后 拿了一个全新的幻想器 接着将铜条给它嵌入幻想器的卡槽内 为了防止不该接触的地方接触了 这里也要做绝缘处理 然后开始处理外面一圈铜条 也是将它们嵌入幻想器的卡槽内 而且这个地方是让它们接触到一起的 最后将其多余的部分给它弄掉 整个转子的绕线工作就完成了 这时候其实维修已经完成95%了 接下来师傅将转子拿到车床上打活了一下 紧接着开始对外面的铜线 用棉线缠绕 这也是为了让其变得更加牢固 另外一边用同样的方式处理 最后也得套上一个铁管 之后 师傅又将转子拿去喷漆处理 并且还给上面涂上了一些树枝 并用火枪将其烤干 再次将转子拿到车床上 将铁线表面的油漆打活掉 一个全新的二手启动机转子就维修完成了 就这紧战的维修技术 居然还有人说不敢用 都是被黑心商家忽悠了吧